武漢肺炎讓全球文字色變 5號下午科學人雜誌 廣邀台灣各界學者 召開科學家串聯行動會議 會中台大副校長張善全指出 就在澳洲宣布分離出病毒沒多久 台灣也已經成功培養出病毒 這將有助於後續研發 對於病原的探討 對於這個 跟人的細胞之間的 相關的互動的關係 對於怎麼樣快速的診斷 或者甚至有沒有什麼樣 新的一個治療的模式 當然會有很大的幫忙 與會的國委員也表示 有了病毒株 也可以協助開發快速試劑 快速檢測 不過中研院研究員表示 傳統培養出病毒後 去活化製程疫苗的方式 不是用於武漢肺炎病毒 因為安全性是很大的疑慮 現階段最可行的方式 利用病毒表面上 最主要的糖蛋白 目前美國已經有 相對明確的方向 不過學者強調 疫苗研發是長期抗戰 他有提到說在 可能在三個月內 可以開始做臨床實驗 他也有提到 可能最快最快 要三年後才可以用 所以疫苗真的是一個 長期抗戰的一個方式 學者更指出 先前發生的SARS跟MERS 至今尚未研發出疫苗 顯示並沒有想像中簡單 基於藥物研發 國衛院研究員表示 正在積極實驗已知的舊藥物 要如何合併使用才能提高療效 目前保持謹慎但樂觀的態度 原始新聞綜合報導 今後到